屏東縣府公務員疑似把衛福部資料 外洩給鼎心 今天下午屏東縣副縣長 大動作北上開記者會 反咬中央陷害 質疑衛福部傳給屏東縣府的公文 和其他地方不同 才會讓公務員搞錯 發生了疏失 泄命案現在衍生成案外案 我們早要下台了 早要下台了 公務員出發大家長曹啟宏 該不該負責四兩拨千金 副縣長下午卻北上開記者會 說公務員把機密外洩是被陷害的 要求地方政府配合執行請問的時候 不要用這種縣人入罪的方式 來羅資地方公務員 依照指示辦理之後 還要背上莫名的黑鍋 副縣長出示信件說 同一天衛福部寄給彰化縣的email 裡面有寫加密檔案 還給密碼 結果屏東縣政府收到的信件裡 卻少了這行 基層公務員才沒注意 把資料傳給鼎心 質疑中央故意陷害 但有人聽不下去 郭烈成收水游也是在屏東 這一次又把衛福部給屏東縣政府的公文 送給了犯法的當事人 這難道不必負責嗎 郭烈成案我們沒有出包 司法偵查部我們也協助了 破案我們也有公呢 真相沒有弄清楚以前 就栽贈給中央政府 栽贈給衛福部 難道他們不應該為這種錯誤的栽贈 公開向社會做一個道歉跟交代嗎 我用一個基督徒的當有些人做了不對的事情 我個人對我個人我是寬恕他 到底誰泄密意外還是故意檢調介入調查 但藍綠政治人物地方中央線互咬 忙著把錯往外推 記者綜合報導